第一军情作者 火火 据报道 日媒7月17日刊发演历史的终结文明于世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弗山的专栏文章 题为特朗普让美国成为世界笑柄 文章称 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 特朗普获得了过半数选举人票 成功当选 在2020年出现相同的情况也不奇怪 特朗普成功连任有充分的可能性 但如果连任8年 将导致难以挽回的事态 美国的性质变化 有可能是决定性的 文章最后称 关键是日本 欧洲 澳大利亚等的领导力 这些国家和地区必须站起来 为维护国际秩序 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 并希望日欧澳不要屈服于民族主义 坚持构建支撑世界繁荣的制度和机构 简言之 文章主要表达了以下几个观点 其一是特朗普让人失望 但其会迎合民众 可能连任 对美国传统价值观造成根本性的破坏 美国已经指望不上了 其二是中俄正在崛起 但中俄是一类 不靠谱 其三是日欧澳等国要团结起来 维护传统价值观的同时对抗中俄 文章的瑞士之处在于其看到了特朗普的错误 并进行了坚决批判 文章的愚蠢之处则在于 对中俄抱有太深的偏见 对美国的盟友则过高估计 当然 还有一定的不足 那就是批评仅限于特朗普本人 而不是美国国内的一些错误思潮 无论如何 美国要撤了 撤到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都是未知 数 而被点名的欧洲 正和美国干得起劲 包括伊核问题与贸易问题 日本和澳大利亚则貌似在寻求妥协 无力和美国做出相应的抗争 但无疑是是 美国的单方面做法 正对世界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而福山给出了一个所谓的可行性取代方案 但非常离谱 事实上 把中俄纯粹地概括为民族主义 非常有失偏颇 美国的力量足够强大 当习抽身而退后 全世界都应该团结起来 先度过这个责任真空的危机 维护好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 方为当务之急 如果此时还试图把美国的盟友与中俄割裂开来 无疑是狭隘的 从福山的文章不难看出 美国的政治精英 对特朗普是失望至极的 因为他只会去讨好普通的美国人 这就让美国再度退回到保守主义 扩张戛然而止 从北至上而言 有商人总统之称的特朗普 在以心意意地为美国捞钱 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点不择手段 包括对贸易伙伴的欺凌 以及传统盟友的盘剥 还有对伊朗这样传统对手的赤裸裸威胁 这时的美国已没有任何秩序可言 所作所为完全适合金钱利益挂钩 这或许能够在短时间内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 但长远来看 一定是弊大余力 与此同时 美国本身的国家信誉 也正遭受前所未有的透支 特朗普不仅救不了美国 还在加速美国的衰落 但这有点无可奈何 当然 特朗普的做法 对整个世界的伤害更是难以估量的 需要强调的是 连福山这样的超级学者 都奉劝美国的盟友可以担飞了 那么 日欧澳似乎真的可以另谋出路了 美国已经靠不住了 但所谓的彼此联合肯定不靠谱 因此 真心可以考虑和中俄携手 共同维护好当前难得的世界和平稳定 这或许已成为唯一可行的现实选择 声明 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 为尊重原创 转载请标明出处 微信公众号转载 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 敬请配合 第一军情开通抖音账号了 请大家多多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